部長 是不是可以請部長 部長請 潘委員早安 早 部長 我想方才您有一個很重要的宣示 也就是說 對於現在合格的這些教保員 對於他們的工作權益 您一定會盡量來保障 盡最大的努力保障他們的工作權 尤其也思考就是說 他們事實上主要的思考是說 在幽托整合之前 他已經是教保員了 那我們的法則修了以後 對他的保障一定要適當的做到 是 我想幽托整合 這也是大家共同的一個期待 但幽托整合之後 因為一個是我們教育單位 一個是設政單位 所以在整合上 我們也希望 我們教育部不要好像把他們當成 他們覺得他們像孤兒一樣 那一定來做考慮 一定要跟他們 我其實也有跟這些團體有一些溝通 定期也會聚會 也會談一談 那情況我也了解他們的訴求 那所以說我剛剛也特別談到了 就是說我們現在基本的做法會這樣子 原來是Grace Period到105年嘛 我們先優先看看是不是可以到108年 那108年之後的一些考量 那希望大家趕快多去成為幼教師 可是我們也知道有些人即便上了課 即便過去有七年工作經驗可以抵實習 都抵了以後 檢定也有可能通不過 所以說我們也准許就是說如果在這個基礎上面 他課程也夠了 那個工作經驗也夠了 抵實習了 我們可以用一個準用的方式讓他可以在大班繼續教 這是指的已經在我們幼托整合之前就成為教保員的 這一批我們要做適當保障 未來新的教保員 大家不管左右教左右保都成為教保員 教保員以後一條邊一條邊一員的方式去做 所以說我們過去的適當保障 對未來也有一定的作為 不至於說未來還是兩鬼 那這個事情一直永遠沒辦法解決 所以這個已經很明確了 做成決定 這個部分我想部長剛剛這樣講得非常清楚了 現在有幾點 第一點呢 部長您也知道 您認為現在這個例如兩萬三千人 但實際上還有一萬多人 一萬人左右 但是部長這一點 因為就您所知 您認為還有這麼多人 但我要這個大家真的 我去了解的結果 真的是找不到人 那他是因為不願意就業 還是我們可不可以把 這些符合資格的 但是呢 願意出來交的名單給大家 因為找不到人 這是第一個 的確是找不到人 第二個部分呢 所以這會變成大家非常的吃重 所以這會變成的 幼教科的老師呢 馬上又被挖走了 他第一個是自己要走 第二個是被挖走 因為彼此也在互相挖來挖去 然後提高待遇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 的確是存在 其實委員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公立的問題不大 公立的幼教師 只要有名而出來 我相信一定有人去 因為他整個配套是比較充分的 比較好的啦 私校這邊現在只有20%嘛 確實也是有不足 也找不到 找不到主要當然待遇也是一個環節啦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未來其實私立的這些幼兒園所 其實對於成為幼教師的這個配套 應該給到比較足夠啦 那這個我們應該來做努力啦 未來其實我們現在私校法 原來修過以後私立學校的老師 他的年資也可以有公保年金啊 也可以有這些作為 我們也去看一看 是不是在這個環節上 也能做一些努力 即便在私立學校的幼教師 他也有一定的足夠的待遇 這個是可以去做努力的 那至於您剛剛講到說 我們有一萬人在待業 然後又找不到人 怎麼樣有一個媒合平台 我們願意來做努力 這方面我們會積極的來做 我們希望你們能夠拿出來 真的有一萬人的名單 他願意就業 而這些私校不願意任用 我覺得我們當然可以要再重新檢討 提供一個媒合的平台來做 也把這些 那既然有媒合平台 這些相關的資訊 怎麼樣合適的展現 我們想會來做努力 是 還有呢我覺得啊 對於啊這個 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五歲 現在我們政府也已經宣誓 就是要來支持他們 就是免學費嘛 已經好多年了 對 所以呢我們希望盡量簡化工作 那因為在日本來講 它是全部往下延伸 是全部免費 但是私校辦的既有特色 而且又辦得非常好 它大部分就是像發教育券 很單純 然後呢家長可以自己去做選擇 我要去念哪裡 因為我們原來呢 當然也是我們希望 把這個社會的一個結構性做出來 社會的支援體系做出來 所以我們的國小 因為剛好學生人數減少 所以我們就向下延伸 複設幼稚園 但複設的結果 帶老師去教幼稚園 當然他的這個學經歷條件 還有這個薪資 都是非常的好 但是呢我們可以看得到 接下來這個我們私立幼稚園 一輩子奉獻在幼教體系的這些從業人員 有理想的這些人 卻遭受到重大的打擊 我覺得對這部分 我覺得我也希望 部長能夠以同理心去理解 那如果有特色的人都活不下去 今天辦不好的人 當然他要淘汰 辦得好的人 你不去支持他 這是我們政府制度 制度商人啊 那我希望這樣的事情 我們都不希望看到 對 其實委員剛剛講的 我統統是同意 您分析的所有的方向 我想我們都是 在這個基礎上來做努力 同理心是一定要的 所以我剛剛也講了 就是說針對已經是 在幼頭整合之前 就成為藥保員的同仁 我們一定要很審慎的來看待 不能讓他覺得說他受到歧視 或者說有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我們的設計 也用準用的概念 剛剛也講了 除了從105年延到108年 讓他多一點緩衝期 多一點來做處理 在這緩衝期之前 他本來就可以交嘛 以前可以交 現在也可以交 那緩衝期之後呢 我們也希望在這段時間 他去補強 如果學分不足 去把那個專業的課程 上完以後 然後他的工作經驗 也可以抵實習 那最好去檢定 檢定過了 那就是就可以做幼教師 如果檢定沒有過 我們用一個準用的概念 保障他的一定 這是在幼頭整合之前 就有的人 我們一定保障 之後的我們剛剛也談了 未來一定是讓大家單軌 不會再用雙軌的方式 製造一個不平等的 對大家不平等的一個作為 那這個是就是 來這樣做努力了 好 那剛才部長您提到 一個準用的概念 那這個準用 是不是現在也能夠適用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我剛剛講了 真的是找不到人 那他現在呢 如果有資格的人 他一個人要負責所有班 他幾乎完全不能休息 我想這個部分 我希望 現在是 現在是根本不需要用到準用 因為現在都可以 現在兩位都可以 根本就可以 現在根本可以 105年年底都可以 108年也可以 我們現在用到這樣 那過了108年用 再用準用 但是現在幾乎 大家都不敢不用 都是照規定 但我覺得原來這也是個好事 那就表示說 現階段並沒有強制性 現在現階段其實就是 有grace period 有緩衝期 有一段嘛 我們知道制度的調整之前 一定要保障一段時間 讓他可以轉過去 可以存思維過的去嘛 所以 所以這個是這樣 您剛剛提到Valto的事情 就是說 教育券或這些情況 我想應該這樣說啦 就是說 我們現在對 去私立學校念幼兒園 五歲的時候 我們可以補助到六萬塊 它其實某種程度 概念上已經是那個意思了 它自己做了選擇 我們可以去做適當的補助 對 所以這個概念 那我們希望行政上 盡量簡化 不要造成 它這個行政上的困擾 然後實際上對它來講 收入是一樣的 好不好 它也沒辦法增加新的行政人員 再一個呢 我覺得芬蘭的這個幼兒園 它其實啊 當初我們的整個設立的目標 我希望現在我們整個都已經 這個一致化了 我覺得這也原來也是一件好事啊 但是呢 原來我們本來就是有照顧 教育 教學 整個怎麼樣去融合 那還有呢 實質出來 我們所希望呈現的東西是什麼 那這個也是我們所關切的 因為原來呢 我們幼稚園好像教學或教育的分量 比較重一點 那原來我們這個托兒的部分 原來我們是 carrying比較多一點 對 那現在我們等於有carrying 有education 有這個teaching 那整個加起來 但我們所呈現的 到底它效果一定要比原來好才對啊 所以我們到底希望的是什麼 而且大家都認為這個從零歲教育開始 那所以教育都是往下延伸 原來12年國教 原來我也建議 我也支持是往下的 那現在當然往上了 我當然也沒意見 那但是呢 我們也希望這一塊啊 不能忽視 是 有人先走往下 有人先走往上 都有 好 謝謝部長 部長因為還有今天原來有這個 叫這個輔導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實際上大家一起關心的就是 人數的不夠 就是說你經費要支持 而且心裡在美國 它都有這個學校的諮商師 那我想諮商是不是碰到問題來輔導而已 我覺得是關心學生 一進學校以後環境的適應 還有呢像他們的這個初中以上啊 它還包括輔導就業 在這個組織裡面 它都涵蓋在內 所以它是一種良性的互動 跟學生一起成長 所以我想對這部分 希望部長能夠全力的支持 然後呢 重新再檢視它的功能機制 好不好 其實確實是 您剛剛講的對啦 審理輔導 它甚至就業 或者甚至是這種心理各方面 或者生學各方面 這中整的counseling呢 其實是 是我們在這個方向在做努力啦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質詢的委員是 陳學勝委員